2006年9月27号 瑞士日内网第15届联合国 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大会 此季应邀参与 由马来西亚代表与会 也在2007年连续第二年参与 为此季置业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之互动 见证了新的里程碑 186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在这里参与了多项的讨论方案 而此季也是当中受邀的团体之一 因缘源自于2004年 此季与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署 合作的难民援助计划 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下 是为了难民运助计划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策划 但比较之后 在国家的难民运助计划 有没有办法的法律 我们禁止他们外出 因为我们是免责 我们怕警察会被捕捉我们 因此我们永远在家里 我们不会去工作 此季针对缅甸难民 提供医疗一诊 补助生活物资 基本教育计划 让难民在失去家园的痛苦中 能感受一分温暖 很难 所以我们都会去工作 我们会去工作 通过多次的合作 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署 向位于日内瓦的总部推荐 慈济吉隆坡分会为大会参与单位 慈济跟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 一个合作迈向一个里程碑 见证了慈济的付出 在国际平台上再一次获得肯定 1996年9月27号 菲律宾慈地志工和重任医院医师 志工30人访问团 采访花莲慈祭之液体 在这次经社中秋节晚会同乐 成了每年的期盼 从任医院与菲律宾慈祭 1995年启动联合下乡议诊 我们每次到外面去议诊 我们都是找一个学校 暂时用他们的教室 所以现在这个不合理 但是我们做的也是很简单 特别是我们的老苦沙 到目前我还是记得 开刀完有时候病人要吐 没有纸 没有什么不 他就用手 给他 用手 谁会这样做 医师志愿投入服务 在1996年的寻根之旅 度过生平难忘的中秋节 也延伸到之后 国际慈祭仁议会 年年在台湾的中秋之约 感谢您的益